今天Fest Justice跟家婆一起下厨 做莲蓉蛋黄月饼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Fest Justice 记得帮我按一个Subscribe 和Like和Share我的YouTube 谢谢观赏 首先我们现在来煮一煮 我们的莲蓉 记得煮一煮 煮到水干为止 莲蓉呢 一定要煮到它暖为止 这样当我们要去 blend它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 那煮到水差不多要干 这样就可以了 拿下来 放着等它冷 现在我们来蒸一蒸 我们的咸蛋黄 现在我们的莲蓉已经冷了 冷了过后呢 我们就将它放进我们的blender鸡里面 记得哦 放blender鸡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点点水在莲蓉 这样打出来的水呢 我们就可以拿来过滤 拿来煮我们的莲蓉了 放一 Cris 然后拿来煮一个小的水 就会煮成 它就会煮到海洋 在空掉水上 当我们搅拌好了过后呢 我们要过一过滤它 因为这样呢莲蓉煮出来会更加滑嫩更加美丽 现在我们准备200g的油 150g的糖 要这样大火先小小火先要煮那个糖的颜色 要煮那个冰凉的颜色 要煮色 要煮色 现在煮到那个糖变成一点点蛋黄 然后我们才放我们的刚才blended的莲蓉下去 然后将刚才的糖全部都倒进入我们的那个莲蓉内 然后呢刚才准备的那些油呢也是一起放完它 现在的step是最难的step咯 就是我们要一直搅拌搅拌搅拌 搅拌到它变成一块浓浓的莲蓉 这一个步骤呢可以用上差不多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麦芽糖放入我们的那个莲蓉内 过后呢继续继续续搅拌搅拌到它干为止 ok搅拌到这样干就可以了 好了过后呢我们就放在一个碗内 记得放在碗内的时候呢一定要盖上它 不要给空气进入我们的莲蓉 那这样就好了我们的莲蓉 不简单哦这个步骤 准备350g的糖浆 准备一小汤匙的芙蓉水 将刚才我们准备的那些材料放入一个碗内 然后呢将四汤匙的煮拌油加进去 好了过后呢搅拌搅拌均匀 加上250g的面粉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做这月饼的皮 所以说我们将所有的这些材料搅拌均匀变成一块这样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了过后呢 记得放着大概两个小时 将那个啊 搅拌均匀或者什么东西盖着它 不要给空气进入我们的月饼皮 现在是做那个月饼里面的 这个莲蓉 将我们的咸蛋黄跟我们的那个莲蓉呢 称大概100到110g 好了过后呢将它弄成圆形 中间挖一粒豆 为了放我们的咸蛋黄 我们的咸蛋黄 当我们弄好了我们的那个莲蓉 记得将它盖着 不要让空气进入 现在我们来做我们的月饼皮 首先要先准备我们的面粉 为了不让我们的月饼粘在我们的手上 或我们的工具上 现在我们按摩按摩我们的月饼皮 直到它暖为止 称一称我们的月饼皮 40g 我们下期再见 好,现在我们就要step by step教大家怎样将我们的莲蓉放入我们的月饼皮内 我们先弄一弄我们的月饼皮变成圆形然后按一按中间慢慢开出来这样像图片里面一直按按按按下去按到扁扁的不用紧过后呢,就将我们的莲蓉放在皮上 这样放下去这个按下来整个这样烧大了,它就一半了哦 一半你的手这样按下去,按下去,一直按下去啦,这两边给它上来啦,有时候可以这样的,这样给它下来啦 平时,用来,用前选年时间终于拌扎的拳幅2克服务 嗯,但是,同时,它就可以了,担扎了的毕竹 我们的手上来均匀一开始,我一下子就能说,我们的乖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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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